人人唱颂 马祖慈悲 马祖慈悲 大家好 又进入了我们的马祖网络大学堂 武士命理知识的分享 我们是携马祖 拜马祖 携马祖 要学会马祖的道法度人 所以要学习一些道法 道教 道家的一些道法 利用大自然神秘的信息场的力量 来帮助别人 我们首先来分享面向学 我们看到一个人 从他的面向可以读出一些信息 来指点他 来提醒他 来帮助他 所以我们学了各类的一个向理向话 从山庭 六湖 五座山 四条水 六颗小星星 我们就慢慢的一个学习 学习到七十五步流连法 把人人 脸上所有的部位 来介绍一次 从流连一岁到七十五岁 今天我们来谈六十一岁到六十五岁 我们的嘴巴印 嘴巴的向理 嘴巴的向理在五官向法中 顾问已经有分享过 五官向法有一个标准 它的标准是这样子的 让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 神像前篇有讲 嘴巴的一个标准就是要荒大 要醇红 要端厚 要搅公 开大和小 和乎标准 我们就是打分数打很高 好的嘴巴 那我们在五官向法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不再重复 那今天我们来提醒 看嘴巴向理的一些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来留意一下 我们旁边有没有一些广播电台 嘴巴特别大 喜欢讲东讲西的 只要把一些小秘密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别人 一下子转个身 全世界都知道了 叫广播电台 那怎么样看这一个人广播电台呢 那我们的嘴巴的标准有开大和小 它指的意思说 嘴巴张大 可以容下一个前头 那就代表你很有气魄 很棒 很有气量的 跨曲假戏亨 那合起来呢 要能紧闭 小就是要能紧闭 如果嘴巴闭起来 闭不紧 就是口风不紧 一看一个人 嘴巴 他没有要避紧 避起来 他有露口风 露 很容易顺口 也说是不该说的话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围观 最需要看这个嘴巴 因为嘴巴是夏亭 有没有不熟的印 晚辈的印 要看他的嘴巴是不是很大 很大叫晚人印好 当官都是年纪越大 大概四五十岁 六十岁 越老越大 官越大 那就是嘴巴要大 而且要能紧闭 当官人要紧闭 不可以乱讲话 乱讲话就制造很多示威 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媒体这么发达 嘴巴口风不紧 惹很多示威 你的官怎么去做 在企业界一样 你是高级长官 嘴巴一定要闭得紧 所以嘴巴要大 而且要合起来小 就要紧闭 这样的人不但是胆量大 嘴巴大 胆量大 劫测力 劫断力 行动力很强 如果在公司内 你有意透过一些非正式管道 来测试一下员工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样 你不妨找一些 他嘴巴闭不起来的 口红不紧的人 也就是嘴巴不能闭合 你告诉他 我只有告诉你 你不要讲 可是过了不久 全公司都会听到这个消息 那你就可以验证 嘴巴闭不起来的人 真的是口红不紧 就是所谓广播电台的员工 第二个呢 嘴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眼 所以你看呢 人要微笑 微笑在我们讲到七步诗 馬祖国叫七步诗 管节善年 的方法有七步诗 第一个是眼面的眼 也就是说你要长面带笑容 保持微笑才会招来好连连 微笑就是嘴巴就是像弓形 所以叫弓 嘴角要像笑起来 要拎咳咳咳 所以叫弓的人 不笑呢 好像看起来都还是带着笑容 所以人人特别好 能管节善年 特别有亲和力 所以可以得到晚辈的一个帮助 下巴呢 下庭呢 嘴边都是属于晚辈印 那嘴角下垂的人呢 看起来非常的严肃 所以你嘴角下垂 没有脚光没有翘起来 下垂就看起来很严肆 就恐怕很难跟晚辈啊 小孩子啊 或是公司里面的部屎打成一片 那六十岁前呢 尚能统一部屎 可是到十岁过后呢 你恐怕因为太炎事 孤家寡人呢 没有晚辈陪伴 没有不屎陪伴 得不到人言 所以我们要随时呢 掩施啊 面带笑容 带着笑容 喜结善重 管节善言 才会好印 那我们从嘴巴的嘴唇的形状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一种个性 如果呢 一个人呢 上嘴唇比较厚 下嘴唇比较薄 就好像一个人手心 向下一样盖起來 他的一生当中 无论是感情啊 或是做事 此事 為人此事 都是属于付出型的 给人家的 上厚啊 下薄呢 就是给人家的 一生都在护吃 比接受的多 一生都在护吃 施比较更有福的人 他比较会主动照顾人 勤劳而不抱怨 那如果反过来呢 下嘴唇厚 上嘴唇薄 好像一个人的手掌心向上 他一生中都是接受别人 对他的照顾 照顾 我看到很多贵夫人 很好命 从小都是含金汤匙 长大的 要嫁个好丈夫 他的嘴唇呢 下面就比较厚一点 那一般正常上都是嘴唇 要很均衡 上下 没有那个厚薄之分 他是最好的 那当然 我们要找一个勤劳的人工 主动的人工 大家坐在一起 主动会去 泡茶 扫地 照顾大家的人 你看 大部分上嘴唇 比较厚的人 好 那我们也常常看到嘴巴 他的歪 那口歪的人会怎么样呢 口歪就是 左右不对称 那嘴 嘴的是什么 嘴巴主的来讲 主的是 医 食 健康 不动禅 这方面还有人机关系讲话 那嘴巴就讲话嘛 出纳工 对不对 他讲话 这我们特别要注意 如果的歪就是左右不对称 就是不大稳定 所以我们如果去改善呢 所以我们学相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了解自己 而面对自己 如果发现自己的印堂呢 比较狭小 窄一点 也就是没有一指宽 一指半的宽度 没有超过一指半的宽度 而嘴角的嘴呢 又有偏斜 嘴角不对称 那嘴巴又偏斜 所以不要逞口舍之勇 你必须从三部政策 年纪关系的三部政策 好好地执行 所谓三部政策呢 就是不批评 不埋怨 不责备 相信呢 你养着这三部政策的个性 你自然向有新生 相信你的长相会更改的 同时你的人生会越走 走得越来越好 尤其晚年 或是你的晚辈印 晚年的不动产印 都会更顺畅 因为下巴指不动产 住的啦 吃的啦 然后你的不动产都是嘴巴下巴 因为嘴巴是在下停 晚辈印呢 住住懒懒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年纪大的人呢 已经60岁了 尤其到了61到65岁 记得小心嘴巴 要三部政策 不批评 不埋怨 不责备 你的嘴巴呢 就不会偏血 晚年印呢 就会好 所以各位千千万万 在人生当中要立行 人际关系的三部政策 所以三部政策呢 就是不批评 不埋怨 不责备 你的人生才会过得更好 那嘴巴还可以透露什么样的信息呢 方大就是嘴巴大 而且方正不歪的人 嘴巴的代小标准要以两眼的瞳孔 中央为两端 你瞳孔中央那两条竹线画下来 你嘴巴要跟它一样的宽 就是标准 超过两眼瞳孔的一种距离 你就是大嘴巴 好耶 又方正 又湿湿湍湍的 不歪不斜 對不對 那这个就是代表大嘴巴 那大嘴巴呢 就是气不好 气量大 也比较健康 所以大嘴巴的人气量较大 嘴大声音也大 食欲也旺盛 腸胃也会比较健康 那女孩子的口大呢 就有男性的那种气魄 女中豪杰 一旦看来看去的女孩子 我就说哇 你像男人一样 很有气魄 女中豪杰跟他比个十 你会发现他好高兴 真的有那种男人的气魄 比较活耀于社会中 所以我们看到大嘴巴的女孩子 比较有活动力 夏婷也是主活动力 那嘴巴不振的人呢 就比较狡猾 嘴巴在偏血一边 那嘴唇又薄 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年纪关系的三部政策了 喜欢抱怨批评 蠻艳的 就喜欢讨论的一些八卦 那嘴巴呢 他也主健康 他是五星之一 那五座星星 行星 那嘴巴呢 是水星 那嘴巴呢 颜色要红嫩 代表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所以你的嘴巴呢 红红的 看各位看电视 我们的偶像 那很健康年轻很帅哥 那嘴唇都很红 就代表他身体健康年轻 他具有开朗的一种性格 所以嘴唇鲜红 指你一生衣食无缺 而且很有才气 明阳四海 如果你嘴唇干燥花黑 就中毒了 身体都不好 这身体不加中毒的现象 所以看起来要滋嫩 有一种水分 水星 来红了 就代表你活动力好 身体健康 所以一生呢 吃的啦 穿的啦 衣食无缺 可以明阳四海 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那些帅哥美女 那你要觉得 画口红 顾问非常赞同 越化越红越好 可是看起来要用 酥嫩 就是用水分 还有亮亮光 因为它是水星 那个五座星要大要亮 所以你大概看起来 亮亮的 好像有水的味道 那你就很健康 所以你可以明阳四海 明阳四海 身体健康 如果你的嘴巴真的很干燥 没有水分 花白啦 花黑啦 就代表身体不好 身上呢 可能就带有毒色 你冲毒的 就很小心 那一块 过世的人 嘴唇都会变色的 那变得很灰白 那没有水分 那我想呢 这个像你就是一种尝试 为什么 中医先提的是 旺 就是看 看你的臉上 又知道你的健康状况 那今天我们分享 61 62 63 64 65 嘴巴 它的标准分已经一一跟各位讲了 所以它是晚年年 尤其61岁到65岁 要注意你的嘴巴 要开大和小 尽量闭嘴 要微笑才会带来好人眼 不要随便嘴巴都开开 所以你看看一个人 年纪轻轻 六十几岁 嘴巴都开了 那你的身体状况 你的意识就会变差 尽量的闭嘴 那三部政策 不批评 不埋怨 不责辩 自然呢 我们像就会更改 那各位呢 在分享75部 劉莲华 在臉上的每个部位 就跟大家介绍 让大家熟悉这个名称 那当然 我们来 藉由内向的显现的一些 柱啊 斑啊 文啊 气色 多多 我们就知道 透露一些信息给我们 那我们如何去 主导对方 给他一个良好的建议 那我们先把整个 臉上的部位都讲完 我们今天讲到嘴巴 61岁到66岁 以上呢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麻子之辈 请大家合掌 公请麻子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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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马祖天上师母亲在哪里有教导我们这一方面的 顾问很高兴就比给大家看 在经典上就有这一段 一心修喜正华 舍离迁滩 喜劫众善 勤醒不思 修哉作福 知如精进不屑者 那这一段就在讲六度波罗密 所以我们马祖的修法都是在谈六度 波罗密意思是杜彼岸 我们在还年的社会就很复杂 很环绕 很多 很苦 所以希望到神圣活着菩萨的一个圣地 超幻入圣 到那种平静 没有好坏 心很喜悦 那种境界 度彼岸 六度就六个方法 大家都知道 那方法就是 布施慈戒 禅定仁儒 精进的波罗 戒定慧 那马祖就是善定慧 那这一段经文 马祖就是喜劫众善 就是管劫善言 喜劫众善就是我们管劫善言 勤醒不思 也就是说叫我们多不思 我们人脸就很好 那我们义德马祖同修会 就是律字要恩解马祖 上求圣道 下度众生 恩满人生 对于恩满人生的定义 就是我们要有经济的自由 身体的健康 管劫善言 这个年纪关系很重要 它是在我们恩满人生当中 的一款要事 管劫善言 再进入心灵的安详 超缓入圣 这个五大要件 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营 我们的年纪观心 自然要有朗言 所以你才能圆满你的人生 那我们上求圣道就是把我们的灵性提升 所以灵性提升上菩萨啦佛啦 它一定是管劫善言 对不对 喜结仲善啊 情形布施 你一定要布施六度波罗蜜 第一个就是要布施行善 那你行善改变了呢 布施呢 你就会得到燃焉 所以在活法当中 它有很多的法门方法 其中有一个叫四色法 四色法也是我们如果建立自己的魅力 色是色影的色 所以打动人的心 我们建立自己的魅力 来打动别的心 来管劫善言 那四色法就有四个 第一个也是谈布施 也是布施 那布施然后爱宜 爱宜 讲人家喜欢听爱听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力行给人家方便 再来就是同事大家一起来做事 叫四色法 那四色法就可以射人心 就可以打动人的心 我们就可以管劫善言 不管是我们另外一半啊 我们的小孩父母 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的同事或陌生人 只要你布施 爱宜 力行 给人家方便 力行就是给人家方便 同事大家一起来做事 不要大家在做事你在旁边站着看 你就会受欢迎啊 成为受欢迎的人 所以要建立自己的人 就要懂得四色法 那最重要是六度里面 谈布施 因为四色法也是布施排第一 那当然有人会问 顾问 那我因为生活不严满 财务还没有自由 经济还没有自由 身体也不怎么健康 也没有那个疑力 去财师啊 去兼财物给人家 也没有那种智慧啊 有机会去法师 去教导人家 一些学问啊 一些方法来指导人家 那我也没有时间啊 我连赚钱的时间都不够啦 我还没有时间去做一些 无畏师 去当人家的义工啊 去鼓励人家啊 我都没有 那我根本都没有那个支援 没有那个能力呢 那我怎么去布施 怎么布施 你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恐怕你真的没有连连 因为你都没有布施啊 布施的三师你都没做 对不对 你也没有那个心啊 你都是没有在布施 自然你人人的恐怕会消失 可是固人家提醒你 布施不是只有一个 财师、法师、威师 你还有七种诗 也就是今天固人家跟你聊聊 如果你没有钱去布施啊 你也不是很有智慧、很有邪问 人家来请教你啊 你也没有个时间去做义工 或去鼓励人家 那施舍法还有一个阿姨啊 还有一个利刑啊 还有一个同事啊 你也会很受欢迎啊 你的人人也会很好的 也会很好的 那在佛经里面讲 除了那个三布施以外 我们呢 还有一个七布施 而这个七布施 是你不需要有那个财物 也不需要 你要有时间没时间 而是你当下就可以做 那观点来讲 各位分享 那四字王中的爱怡 然后立行同事 就是我们在扩大成七大的布施 那什么布施呢 那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管节三年以后 你都有很多的贵人 你做别人的贵人 人家也会当你的贵人 会帮你 一个人成功就是天人地 你要那个命有一个印 那个石 要石事造英雄 还有你的命印 那再来是人 人就是人年 所以我们要经营人年 要管节善严 地就是风水 地理环境 所以我们今天就谈的这个人眼 如何管节善严 这个非常重要 你可以行七布施 在佛经里面有提到 叫七布施 那第一个布施呢 故人感受最深 因为我曾经认识一个姐姐 大姐姐 我都叫她姐 那因为我跟我认识她以后 我就第一天看过她 认识她 看了以后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们一定要跟她多在一起 多在一起 她的能量非常的正能量 非常正能量 只要我们跟她在一起 我们运数一定变得很好 我们心灵层数会很高 然后我太太就问我 为什么 你看她 都充满笑容 看到的脸都是笑 你念的脸都笑 陌生的脸看到她 司机坐计程车她就笑 那冲突呢 计程车跟人家冲突 下来要吵架 她也下来当回事了 就是笑 她一脸的笑容 所以要讲佛经中的 另外的布施七布施 第一个就是颜色 颜色的颜就是这个脸蛋 颜脸 你的脸色要好 要面带微笑 这一个人呢 常常笑 看到人就是笑 你好你好你好 很热情 把那种喜业 展现在笑容上面 来给人家 所以我们面带微笑 那顾问常常在企业管理说 要好硬管理 要改变那个企业的意识 第一个我们要賣好硬的产品 用好硬的人 那好硬的人工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面带微笑 都会呃 就是眼色 眼色 会呃 眼色 都笑容 最后 第一个我们人能不能有正能量 看到人都笑 所以马祖一直教育我们 遇到任何事情 沉默 微笑 微笑 就是叫眼色 所以第二个呢 就是眼色 那是眼睛的眼 我們對人要眼睛看著對方 就是尊重對方 所以每次戰課 學生眼睛看著我 好像一直跟我點頭 一直眼睛看著我 一直肯定我 我就好喜歡這個學生 朋友也是一樣 講話的時候你眼睛兩眼相似 看著對方 就是尊重對方 所以任何人在跟你講話 你一定要眼睛看著他 那叫眼視 人家都很喜歡你 因為你很尊重人家 比如你是大人 在家裡做事 你的小孩子過來 幫我看看 結果你還去做你的作業 你要幹嘛 眼睛都不看著他 你就會發現那個小孩子轉眼就走了 他不喜歡你 所以一個人要有人臉 要管節善嚴 喜節善重 你一定要眼睛 要眼視 要看著對方 兩眼相似 再來就是眼裡的眼 叫眼視 要講讚美的話 一個人年紀關係要好 就是時常在別人身上 看到他的優點 並且講給大家聽 哇你好棒喔 你是我看過的人最有智慧的 你好像王永慶 這麼有智慧 有晶瑩的智慧 你像某個人 哲學家很有哲學 很有邪問 你就這樣去讚美人 你真的發覺他的優點 而且講給他聽 所以顧問在上課的時候 常常講 人際關係是什麼 你用等號 人際關係等於 常常在別人的身上 發現他的優點 並且收給他聽 常常去讚美人 你就是在演詩 演語的詩 在布詩 你一定管節善嚴 讚美人不需要錢 不需要什麼資源 你是講個好話嗎 就是我們詩詩瓦裡面的愛語 就是演詩 再來就是身詩 身體的詩 你身體跟人相似 你要跟人產產的比棒喔 那就是你的身體的詩 你鼓勵人家 你的身體言 都在鼓勵人家跟你在一起的人 你都是這樣子 好棒喔 你嘴巴說演詩好棒喔 眼睛看著他 眼絲還有臉色這個眼 眼面的下面 你好棒喔 你管節善嚴 你真是我最棒的一個朋友 沒有你 我會很難過 有你真好 你就是這樣子 前面的詩詩講完了 非常重要的 臉蛋的 眼面的眼絲 眼睛兩眼相似 嘴巴讚美他 然後身體 身體語言 對他有肯定 這個事實都不需要花錢 你可以準備你的命運 管節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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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 生詩以後就心 你的心 所以顧問常常講 人的意不思 那個功德絕大 意就是你的心意 你的心 當一個人發生很悲慘的事 你有同理心 你會過氣 那同理心就看著他 同理心 我當你的後盾 我瞭解你的心情 你這個心思 你的心的不思 所以叫意不思 所以我們念往天上聖母經 我們會合掌 然後知道人生大部分的人都是負面能量的 都在苦海當中 為了生活在拼鬥 那內心沒有真正的常樂我盡 需要來修行 藉由馬子的幫忙 來度化他到彼岸 度過彼岸 所以我們念完經的福德 功德 就回向給所有的眾生 尤其在地義 惡道的眾生 那就是心思 你的心不思很重要 你有沒有同理心 然後常常祝福人家 看到一個陌生人 他急急忙忙在趕車 我們就希望他趕得上 內心祝福他 馬子幫他趕得上車 馬子幫他能考上這個高考 福考 你有這個心 這叫心的不思 同理心 祝福的心 回向給他的心 馬子要幫他 求馬子幫他的心 那非常做 心不思 那接下來是宙思 宙思就是讓咒給別人 那我們坐公車 坐捷運 那我們就讓咒給老護士 年輕人 那你就讓咒 都讓咒 我們咒位置 看到有人需要 我們就是讓咒 需要幫忙就讓咒 把你的位置讓給對方 那就叫咒思 最後一個是黃思 有人沒有地方置 我們剛好有黃間 剛好有黃子 有空黃子 就給人家戒指 親戚朋友呢 從老遠的地方來這個城市 剛好來找我們 他沒有地方去投宿 要去住 要去住飯店 住旅社 不方便 也沒有經濟 我們就給借助他幾天 讓他找個工作 讓他安頓下來 那叫黃思 把房子 把辦公室 會議室 借助給人家 讓助給人家 那叫黃思 今天顧問呢 提供了佛經另外要講的七布思 毛子有講的 你在情形布思 你在善重 你才有能管節善嚴 這些經典上都有交耳門 我們的修行就第六度 波羅蜜 第一個就是布思 布思只有三種 財思法師 無一所以外 今天顧問在補充這個七思 讓你更有人言 讓我們這一聲音歌 也滿我們的人聲 管節善嚴 你管節善嚴以後呢 就有很多的貴人幫你 天 人 地 在臉方面呢 你就經營得很好 你經營得很好 那你很多人的幫你 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所以看到的人就要面帶微笑 他是好英人的人 第一個特徵 面帶微笑 所以要記得你的笑容 不要繃著臉 每次我去 不管是去消會 去餐廳 看到這個人不會笑 我自己的心情都很低沉 因為我知道這個人的 靈性的層次很低 不懂得布思 我們一個笑容 一個陌生的笑容 上捷運 對旁邊一個笑容 一個微笑 那個弟弟妹妹一個微笑 然後好棒喔 你好漂亮 你就是會改變他的一生 你就是菩薩 菩薩一定要懂得 給人家安樂 不會自己求安樂 但念眾生得幸福 讓我們一起來好好做好 三部詩還有七部詩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麻子慈悲 YDM智慧禪 教育重心 教育在於一個訓字 一個言字 加一個川字 像流水 江水 河水般 不斷地講 教育要婆婆媽媽 不斷地叮嚀 深入筆心 一輩子受用 媽祖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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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教育要別忘記 心的掩置 就是一個言 講話 後面一個川 流水 江水 和水 不斷的流 不斷的講 那川有三條 三就是多 一直流 所以教育要婆婆媽媽 要不斷地叮嚀 所以我們寫一個東西 就是要不斷不斷的聽聽聽聽聽 不要怕老師都說 不要怕媽祖都說 所以不斷不斷的婆婆媽媽不斷的不斷的聽您 才能深入比心 對方的心 然後對方才會一輩子受用 所以我們寫經典看經典 我去侯學院讀書那個教師說 你真正來研究一部經典 你至少要讀三十遍以上 研究三十遍 讀三十遍以上 你才能體會那個經典 就是要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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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寫起經教更要是這樣子 所以媽祖天上聖母經 那最後一段對我們的教課 一開始講 世故四年朝夕 渾鄉千層奉送此經 那意思是說 我們每天早上晚上 都要渾鄉很千層的送念這一部 天上聖母經 所以活門弟子 為什麼有早課晚課 一個金剛經 早上念晚上念天天念 因為這個才是教義的中心 然後像一等馬子 對我們的教義 在網路上面 顧問了一波的片子 像顧問自己講自己拍 我還是有空就一直聽 一直聽一直聽 一波我最早聽他三十五 那這個才是一種教義 所以每次我跟同修集會 大家要聽我囉嗦了 因為馬子是媽媽 媽媽就是婆婆媽媽 要信念 要信就是像河水江水一樣 不斷不斷的長 這個叫心教 那像那個煙 用那個香來信我們 香的煙來信我們 那不斷的信 不斷的信 馬子的人為什麼是黑色的 人家都是信念 都信出來的 慢慢的用煙一直信他 所以我們是心教 我們的心才慢慢的轉化轉化 要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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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聽 不斷不斷的授教 所以我們天上聖母經要寫 各位每天一定要練 每天要練 而至少要一個月 要三十天 練習練三十天 你才會真正的受益 才會盛盛的受益 所以媽媽對你很囉嗦 她真的是在教育你 老師對你很囉嗦 不斷重複重複的講 重複的再講 其實是一種信念 所以顧問在 做輔導訓練這個行業 到公司裡面去 要輔導兩年 其實教的不多 都一直在重複重� 信解行政 信解行政 大家相信 一直跟大家解釋 帶著大家一起做 一直行 一直證實 那再回來 相信 相信了 了解了 這個講的原理 管理的原則 是什麼 公司要怎麼經營 然後去做 然後證實 再回來再一次再一次 那兩年 個人講的都是PTCA 目標管理的方法 一直重複重複 那因為兩年 一直重複的講 為人要怎麼講 主管要怎麼當 基程炎功 基程炎功 重點是什麼 不斷的重複 講了 上課了 又用那個 貼海報的方式 都貼在牆壁上 每天看 每天看 都這樣子信念 因為他做教育信念 那個信 就是 穿加炎 要 incompatible 流水 染水 河水 不斷的講 當一個人 這個老師好溜嗦哦 我們來寫天上之母經 那是固文重複講的好多次 講的都是一樣 別忘了固文就是在幫馬祖訓練大家 教育的中心就是重複重複再重複 至少要重複30天30次 你不斷不斷的心教 一直心一直心 你才進入你的心 進入到你的潛意識 你才是馬祖的心 才有馬祖那個心 馬祖的思考模式 馬祖的思想模式的習慣 習慣是不斷不斷重複重複重複 養成的 所以我們一輩子就會受用 所以同學們千萬不要說 顧人囉嗦 一直囉嗦一直講 就是一個信 就是要不斷不斷的講 教育要婆婆媽媽不斷的叮嚀 在耳朵重複的叮嚀 所以我們修觀音法門 千一眼四中耳將心都在前面 不斷的聽不斷的看 那你的學習都會了 你的靈性就開始接近馬祖婆了 那就是我們的耳根言通 觀音法門 就是要不斷不斷的 聞詩修 聞聽到了去思想去修煉 聽到了去思想去修煉 所以我們天天念經 天天念經 自然自然我們的心就轉化了 轉化成馬祖的心 那我們的藝術能量就很強 分飾之後很強 很正面的能量 就可以心想事成 靜隨心轉 我們就可以成仙成火 達到我們想要的 任何的正切的目標 觀音在這裡 還是要重複的強調 教育 就在於一個性 就像婆婆媽媽不斷的叮你 如果遇到這樣的師長 觀音要恭喜你 你真的好信義 我們讀一本書 要重複的讀三十書 你才真正的 是懂那一本書 你才是專家 要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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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重複才會變成習慣 才會生入你心 變成你的性 個性的性 以上呢 是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烨人 接下來進行的性命雙修 身心病恋的道工的這個練習 那我們可以聆聽這個音樂 你可以盡心的靜坐下來 閉起眼睛,一起來送樂 或是站起來 跟著螢幕做的動作 一起來擺一趟導引工 清靜見活,道工廠 請各位閉眼後視起立 身體驚慕而得樂 俘禄受靈門 天上聖母 難無慾德媽祖 難無觀音菩薩 難無阿彌陀佛 天上聖母 天上聖母 OM MA LI BAM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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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 NIE PAHMI HOM OM MA NIE PAHMI HOM OM MA NIE PAHMI HO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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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